历经疫情严峻的三个月 有文化部指导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第四回 乐见生活市集终于在21号下午重返花莲文庄园区 为期两天的市集以公益为主题 展现了花莲地区的好公益 另外还有爵士乐及客家知名歌手谢雨薇等人 带来精彩的音乐表演 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同乐 因为疫情影响 休元三个月的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终于在8月21、22日两天 带来许久未与民众见面的大型活动 第四度登场的乐见生活市集 因为疫情而调整 以花莲在地手作与公益为主题 搭配外带美食或小农等摊位 增加市集的丰富和多元性 因为疫情过后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 出来走走逛逛 然后花莲文庄园区今年的乐见市集 在8月份原着上 我们是以公益手作为主 也是因为考虑到防疫的考量 所以食物的摊位 我们都建议大家是用外带的 然后在整个园区里面 有很多来自不同花莲的手作业者 有陶座 有金工 有木座 跟生活里面有关的 很多的生活用品都有 希望各位 花莲的乡亲 可以在这个周末 好好的过来这边听音乐 然后也可以来 欣赏花莲的公益之美 在第八栋旅客服务中心旁的大山舞台 周六周日带来爵士音乐 环弦四度以及客家音乐 涉予威及乐团的精彩音乐表演 欢迎民众周末两天 前往花创漫有久违的市集 草地和音乐 享受自在范围的同时 欣赏精致多元的公益之美 接着讲方言和联施报道